俗话说夫眼看人际 在现在这个各种小说和动漫充斥的时代 夫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无论是在动漫还是在电视剧 都能看到夫的身影 仿佛女主就是多余 男一男二才是真爱 今天小编就来盘点一下动漫里 那些人气很高的男男CP 女主完全是多余 一起来看看吧 终结的赤天使 李勒米家和小悠两人 从小的亲为竹马 一直把对方当作家人相依为命 后来的一场变动 让他们俩分道扬镳 小悠以为米家被吸血鬼杀死 励志要变强了他报仇 实际上米家变成了吸血鬼 但是为了小悠 米家一直不肯吸人血 然后两人就在不同的阵营里 思念着对方 整部动漫里 女主可有可无 他俩不成CP 谁成CP 三年一般里的主和赤羽叶 这部动漫里是有女主的 不过存在感有些低 基本让人感觉不到他就是女主 而且男主角主 本身就长得十分的女性化 比女主还可爱 是动漫界的女装大佬之一 你说这么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找什么女朋友 就应该找男朋友 所以爸既又脾气的赤羽叶 就成了主的CP 田中军总是如此慵懒 里的田中和太田田中军 也可以照谈懒神 偷懒都已经偷出了一定境界 已经达到了懒得吃东西的地步 不过好在田中军有一个好心 有太田 无时无刻不在照顾的 不然田中军能否健康的活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田中军累了 太田会扛着他走路 简直是把田中军宠上了天 而且田中军还不止一次说过 等长大后要太田嫁给自己 自己离开太田就活不了 这浓烈的CP感都可以当胆美动漫看了 这不成一对天理难容青之躯模式 奥芬林和奥芬雪满两人 都是恶魔撒旦在人间的私生子 也就是亲兄弟 哥哥做事粗鲁莽撞 从不计较行动的后果 总是热血过头 一出生就继承了恶魔撒旦的力量 生气的时候会陷入无意识的暴躁状态 弟弟沉着冷静 同时听话 是一个优秀的学霸 没有继承恶魔撒旦的力量 为了保护哥哥 从小就瞒着哥哥努力学习 如果成为一个驱魔师 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哥哥黑直视 里的夏尔和塞巴斯主仆关系的设定是最猛的 虽然夏尔有一个未婚妻 也就是名义上的女主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陪着夏尔身边最多的就是塞巴斯 而且明明夏尔更像女主的设定 毕竟夏尔也算是女装大老界里的一名新星 穿起裙子里也非常的可爱 这么完美的少爷 也只有塞巴斯能配得上革命机里的情人和爱尔 这部众漫的结局是一场悲剧 因为最后男主死了 在最后的大决战里 男主和男二一起并肩作战 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 终于打败了敌人 但是男主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民死前的回光返照 虽然男主已经忘记了一切 但是在男二说出我们是朋友时 依然露出一个微笑 轻轻的一拳打在男二脸上 男主被男二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 终于能实实在在的打到他一次了 赢他一次了 然而这也是最后一次陪着在男主身边 和他一起度过最后时光的不是女主 而是男二 男主也把人生最后一个微笑留给了男二 一直以冷血无情著称的男二也哭了 两人最开始是对立的敌人 男主天真不切实际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矛头小子 男二致勇双拳 堪称无敌 是虔诚似锦的帝国军人 然而就是这样没有关联的两个人 在命运的安排下却成了伙伴 从最开始的相杀到后来的相识 一起并肩作战 然后男二陪着男主从开始走到了 最后今天的盘点就到这里了 还有那些你们非常萌的男男CP 欢迎留言分享